繼續來看國民黨 希望在今天一個中心會 決定總統初選的方式 主理論在會前先發話 說初選要這樣卡來卡去 會讓民眾討厭 另外臺灣民立基金會議 國民黨由主理論出來選總統的紀律上官 說這個國民體的民調 贏過主理論跟蔡英文 但是國民體的三萬六百 還要繼續來觀察 另外 感情運動排行榜的第一名 也就是憲法 人氣最高的 也是韓國族 高達六十度 點三百 韓國民體的五十四 點六四 六千塊的五十六 點五五 到蔡英文的四十六 點三百 韓國族 雖然林氣管 不只是選總統的人 高達獎金六三四 因為這裡當選總統不應該馬上拚總統 台灣民意基金會 這位最有可能參選總統這三的人 一月份做的民意調查 國民體的支持度是百分之三十五點印 官貴主理論跟剩下 不過國民黨要由主理論出什麼 將來的過程不太簡單 卡來卡去 或者是 大家只會對國民黨厭惡 國民黨就算團結 全黨團結一致 都不一定能夠勝選 如果我們今天還要造成內訓 造成內亂 那我覺得我們基本上 可以不用玩了 好 請想在向黨主席 五黨議員發聲 如果總統籌算制度 只剩下本禮拜 中相會焦點